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中正公园希望之秋儿童游戏场启用 保留大象艺术装置 在原中正亭的位置 新建三层楼高的步步高升游戏塔 成为园区特色 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正式启用 副市长邱佩玲 化身成为家长和多位市议员 带领孩子们亲自体验各项设施 下去再下去 慢慢来一个一个 三层楼高的游戏塔超受欢迎 旁边挑战游戏区 既然生态步道流冰场 全都是崭新设备 让开木材第一天 就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 蛮适合就是小朋友游玩 在设计上面感觉都蛮安全的 保游之前以前的那个什么大象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都新增了一些这个空间 就小孩子喜欢爬高 那但是他也有这些安全设施 就比较安全 那边还有大象啊一些的 这边游 我儿子小时候我们就带来这边 这以前是溜冰场 我们都在那边溜冰 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 保留许多基务人儿时的记忆 政府向中央争取补助 重新诊建为亲子共荣的游戏场 除了保留原本大象艺术装置 还增设了三层楼高的游戏塔 等多项设施 开幕典礼上邀请了国土管理署 副署长徐燕心 议长同志位 副议长杨秀玉 和多位议员共同主持 我们是接棒者 同样的我们也会是一个下一个交棒者 我们从下一次林副市长 现在的医疏长 接下来这么好的一个工作 我们努力的完成 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我想是很多团队 还有艺术们努力得到付出的成果 一棒接一棒最终是什么 生活 我们有很多的都是网球的 有这个 不是我这一种 最终我们是要点燃我们的生活谈 生活谈是什么 在座的年轻的小朋友 这些可爱的玩伴 他们让基隆变得更棒 所以一棒接一棒 最终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让机能变更好 放右一棒才能让施政的成果 展现在我们市民面前 最重要的是 我们基隆人需要的生活环境 我们基隆人需要的公园 我们基隆人需要的绿地 我们基隆人还承载的特殊的文化历史 跟特别的一些记忆在这边 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想施政的计划 可以继续大家一棒接一棒来努力 这个儿童游戏场也是整个中正公园希望之秋 几个工程计划的所有部分的倒数第二步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大家所知道天鹅洞 然后我所知道天鹅洞已经进度已经15%了 然后最后一路我希望大家一起 中央地方一起努力把这个整个穿接起来 然后大家在这个儿童游戏场 未来直接可以从新二停车场 坐防空中的电梯 也可以来到这里 也可以从基隆塔 走一个类无障碍的空间 也可以走到这里 所以整个希望之秋中正公园 大家就不会觉得很难到达 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启用 暑假期间 家长不妨带了孩子来体验 不过圣府提醒游戏塔每天开放时间到晚上10点 另外因为儿童游戏场周边并没有停车空间 建议民众将车辆停放到市区停车场 再从新二路防空洞旁的阶梯 依照指示牌抵达游戏场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在市长谢国良跟市府独发处的积极推动下 金融第一件融机转移贷金案 已经完成平定作业 预计将为市府带来1.12亿元的收入 加速基隆都市更新的发展 为了加速基隆的都市发展建设 活络产业发展环境 市长谢国良请督发出建立融机移转折角贷金的机制 最近出现首例成功案件 要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 谢市长对于融机移转贷金的机次 从上任以后就积极来推动 那我们的第一个案子已经完成这个核定了 总共会有1.12亿元的收入 那这个部分可以依注市府的财政 那这个融机移转贷金的好处就是 未来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推动基隆捷运 或者是一些重大连外如果有需要一些连外道路 有涉及私人的这些公共设施用地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这笔基金 然后来减少这个市府的财政 那第二个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旧的都市更新也有帮助 它因为多了一个多元的一个选择工具 那过去在基隆并没有这样的模式只能捐地 那建商它的程序 它还要去找公共设施用地 整个程序比较繁琐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贷金的申请 我们的整个程序大概可以在三个月内来完成 那对于开发商在整合一些都市更新 如果他又觉得容积有不足的时候 他就可以透过跟市政府来申请 然后可以来促成协助这整个更新案的这个推动 那我想这样的机制在双北其实推动蛮多年了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基隆的第一个案子 也已经成功完成 那陆续其实不止这个一样 我们今年还有第二案也在申请 那陆续还有很多申请业者也在洽询 那我们相关的这些机制 其实都非常的公开透明 我们都是找专业的估价师 那我们也会请申请人到场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那参考我们基隆周边目前的市价 来做一个合理的估值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 对我们基隆的财政过去的状况 应该会有一项新的一个开源的部分 那我们也期许这样的机制 能越推越顺利 然后让这个财源收能比照双北 那双北的话 目前其实都有收入超过一两百亿以上了 市府督发处表示 针对贷金的收入 市府也将会妥善运用 来提升基隆整体的公共环境品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内容来看 位在新义区的维校台北社区管委会 向市议员郑文婷反映 经常有机车骑士 骑上社区的人行道 危害居民通行安全 市议员郑文婷 陈怡 陈军佐 三位议员 邀请市府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共商解决办法 有民众拍下机车骑上 维校台北社区的人行道 以抢快通过这个路段 由于这个情况经常出现 已经影响居民通行的安全 因为平常是这里是可以活动行走 那车子上来其实会对 微校台北的住户 有很大的安全疑虑 因为车子上来有时候 不知道要闪车还是什么 那大家其实为了抢这个红绿灯 抢快就会骑上人行道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市府可以帮我们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就是第一保障行人的安全 还是道路拓宽 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说 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接获社区陈情的市议员郑文婷 结合市议员陈怡 陈君佐 邀请市府公务处交通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研议改善解决的办法 因为我每天都会经过这边 都有看到有人会骑摩托车上来 那之前其实我们有会刊 邀请公务处来改善 他们也陨落要改善 因为这个是消防通道 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斜坡 然后从这边断点切断 阻隔那个外送员从这边急过去 照规矩 就是能顺利的通畅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走这个人行道的 就是因为机车的动线不足 所以机车都会走上我们的社区人行道 那刚刚也发现了我们卸货车呢 没有那个停车阁 那也建议那个公务处增设一个卸货停车阁 根据之前基于救灾这个消防通道这样的一个需求 赶快去执行这一个结论 那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之上 我们今天也大家集思广益 也发现说现场必须要有货车的这个卸货的车位 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改善这一个坡道的同时 能够把卸货车位把它规划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适度的阻绝机车骑上人行道的这一个情况 那我们希望民众能够行得安全 那车辆也能够行得安全 透过会刊也呼吁机车骑士能够遵守相关交通规则 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造成意外发生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来关心基隆市的公车 市议员们非常关注公车老旧路由造成机车骑士摔倒 公车司机的加班费无法妥散解决 以及如何乱公车更准点呢 因此要求市政府8月在市议会临时会召开时 说明改善的办法 基隆市公车问题逐一浮现 包括公车老旧漏油造成机车骑士摔倒 以及公车司机的加班费无法妥善解决 和如何让公车更准点等问题 都让市议员们非常关心 老百姓 这个市民所感受到的 就是我们的公车非常的老旧 所以希望能够去报告 目前为止呢 公车 所有的公车大概都是几年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都没有办法准时 那如何能够利用资讯系统 让我们的公车能够准点到 还有另外一个是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公车司机 居然没有办法提供适当的加班费 所以让公车司机每一次都加快了这个车程 所以他没有办法停靠在公车停靠站的 那个框框里面 每次都停在车道上面 他不仅压缩了其他车子交通工具的行径 而且呢也挡住了非常多 等于是说会挡车 那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他让乘客上下车是非常的危险的 像刚刚美丽委员已经有提到公车 就关于滴滴板公车的采购规划跟分配 还有富康巴士的服务量能提升 其实有这个新人员相关的一些公车嘛 那所以我想要了解的话 是说我们公车处或者是交通处这边的话 有没有在进行就是跟中央来去做 这个申请这个相关的一些补助 那来让我们的这个基隆市的公车的话 第一个就是太旧换新嘛 老旧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可以用这个合乎我们现在这个 时事所趋的我们这样一个新人员的公车 市议员特立在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主持的市议会预备会中提案 要求基隆市政府要在八月中旬召开的 基隆市议会临时会上 说明改善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想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公车的问题 不管是老旧公车还是司机排班 还是站点还是这个公车准点的问题 我想有非常多的议员都非常关心 我们基隆市公车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预备会我们也会特别把这个案子 排进去 让市政府在八月的时候进行一个综合的检讨 让市民可以迅速的去了解我们现在市政的脉动 另外包括调和街转运站以及基隆火车站 曾经转运站启用后的交通运作情况 同样是市议员关心的议题 想说我们还是去看一下调和街的转运站 大家可能忘了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现在盖得非常的大 但是呢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游览车 但是它的运用我觉得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考察那个地方 之前我们看的都是还没启用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已经启用了看一下 启用之后的一个状况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 那毕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民众出入基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议员们同样提案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报告清楚 那其实当然还有包含转运站啊 刚刚也有议员提到我们曾经转运站 启用后的状况设施如何 包含调和街转运站的这个运用成效 另外包括旧正兵派出所的重新规划利用 以及其他古迹遗址的活化再利用等成效 市议员也很关心 所以我想请文化中央局 要好好来说明一下 我们为什么真正文化咖啡 建议的企业 会将我们的游戏中心往楼上来发展 不是将游戏中心换在一起 造成市民游戏的一个不方便 针对第一个 针对于旧公车处跟要塞事件部的部分 现在委外经营的具体的一个状况 是否可以请市府来跟我们说明 或是我们可以到现地来做考察 第二个就是针对需求指挥所未来 市府的一个具体营运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说他想要把这个地方 做为什么样的一个招标的一个目的 其实可以向议会我们来考察来做说明 其他包括长照跨基隆港大桥的规划 等市议员提出的所有问题 议长同志伟都认为 往好处想可以作为基隆市政府 尽快改善问题 让市政步入正轨的好建议 还有很多我们这个古迹 在利用的一些招标的措施 包含最近一些热门的议题 那我想基隆市也难得登上我们这个 全国新闻的版面 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我觉得往好处想 让大家可以一并的 该争取的预算来争取 该整理的地方来整理 让我们的市政可以尽数的 步上一个正轨 我想是基隆市议会最大的一个功能跟职责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冯光升级乐四 近日推出最新的展览 《书到产兴》 由清田书学会举办师生连展 以佛际禅语为主题 汇集了21位艺术家的心血结晶 一起来看看 清田书学会师生连展 在佛光升级乐四中门馆登场 开幕仪式上贵宾云集 感受传统书法艺术 与禅语文化结合的魅力 透过书法 让大家认识很多的佛法 尤其拥有一颗禅的心 更能够放下自在 在人生当中悠有自得 感谢张明莱老师 写了《星云大师的祭语》 心怀慈悲度众愿 身似乏海不细舟 问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照无舟 所以他很感动大师的 慈心悲愿 透过他的书法 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供养大众 也让大家感受到 大师的为众生的悲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 平安幸福 清田书学会的展示作品中 涵盖了《行草》《立传》 以及《楷书》等多种书体 还在现场提供了《陶瓷碑店》 由书法名家吉席徽豪 一起见证书法艺术的多元化应用 我们这次的展览呢 是有四十一件 《开心草》 《钻力》都有 主要的就是用佛界 《禅语》 来表现创作 我今天有八个字的心得 就是云水自在 静心欢喜 我想每次来到佛光山 都有不同的体悟跟感受 那可以感受到我们书道界 各位大师们的一些 他们陶冶性情用的工具 除了他们陶冶性情的工具以外 也可以感受他们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国家 对台湾对基隆 都有不同的理想跟愿景 我觉得来到佛光山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非常的感动 以禅流露出的佛心供养大众 让人有不同的体悟与感受 近几年来因为基隆市美术馆 整秀的关系呢 基隆市佛光山其实是非常乐意的 让我们书法家 艺术家 做相关的展程 而且提供了助馆的这个画作 希望书法能够代表我们基隆 为我们基隆争取更多荣誉的事项 书道禅心展览 为基隆市民提供了一个 亲近传统文化 感受艺术魅力的绝佳机会 展览即日起至9月12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来吉乐寺中门馆 感受书法艺术与才艺文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物业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七八九零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 优质酒类认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认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除旧砖路整瓶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阮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棋楼整瓶 让行人更方便更舒适也更安全 棋楼整瓶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 关心您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 基隆转运站 七备一号将要启用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 和市区公车的民众 赶快follow me 要搭乘国道客运的民众 可以从中一路上 火车站南口对面的 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 这个大顶红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 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 经过街舞空间 这个联通道 来到大顶红下方 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 泰勒客运 和往士林 及内湖客地园区方向的 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 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落成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 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 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 可以搭乘市公车 前往太白庄 信义 中正和安乐 长庚医院的方向 基隆慈云寺已有 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已助身明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钟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有机用烘焙业者 推出了千层蛋塔 乳酪流星蛋糕 天空乳酪等甜点 销量不错 还提供外带冷热咖啡 半价优惠的好康 让顾客随身带着走 云朵造型的酥脆外皮 搭配上奶香味十足内馅 千层蛋塔从香港红到台湾 烘焙业瞄准天气越来越热 推出了清爽点心 要抢食千层蛋塔这块大饼 我们是选用日本事业鲜奶 然后用了一个法国的片桩奶油 然后让它相结合 让产品呈现出最好的一个口感 然后也让消费者能吃到最好吃 最酥脆的一个千层蛋塔 千层蛋塔一层又一层 口感酥脆绵密 像是外表穿上裙子 以往暑假期间 对于烘焙业来说是淡季 因应天气热 业者推出了多款甜点 像是芒果莫斯 一次一杯带走 好方便又没负担 一般淡季的话 就是业绩会稍微差一点 差个一两成 那以往的话 就是有一些推程出新的产品 那今年我们特别推出千层蛋塔 天宫乳酪 还有起司蛋糕 那相对对我们的业绩来讲 就是有泥瓶的一些 淡季所流失的一个业绩 短口的点心 像是乳酪流星蛋糕 口感绵密清爽 而这一款天空乳酪 蛋糕外围轻盈湿润 内层丝滑入口即化 冷冻之后风味更佳 也很受到欢迎 先生你要冰美式呢 还是热美式 我要冰美式 好的 请插的 吃甜点 当然要配一杯咖啡 台湾人随手一杯咖啡 烘焙业提供富而式服务 客人来到各门市消费 即可用25元的优惠价 将咖啡带走 那目前只要到店消费 我们自制品就可以以半价 来加购我们的咖啡 我们有冰的美式咖啡 冰的拿铁咖啡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家店 有四麦咖啡 那还有一家明传店 它可以有座位 可以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 进到门店之后 可以稍作休憩 然后喝喝咖啡 吃吃甜点 迎战暑假档期 让业绩淡季不淡 金融老字号烘焙 跟着流行手 要让喜爱甜点的韬客 不断尝鲜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天道蒙太阳会的精神领袖 吴同坛举办告别式场面盛大 包括了总价值10亿元的豪车齐聚 国内外各方人士到场送行 预估超过万人 因此金融警方出动将近900名的警力 在金融女中成立前进指挥所加强戒备 六合停车场内一辆一辆千万名车停在停车场内 告别式场面浩大 在停车场周边路口远景持枪戒备 路口每辆经过车都足以领检 天道蒙太阳会精神领袖 胡同坛举办告别式 9号上午金融六合停车场聚集满满人车 要来送胡同坛最后一程 光是名车 勞斯莱斯就有36辆 而阿法乡行车更是有108辆 总计超过10亿元 吴先生告别式当日 殷局生前交友管阔 社会各阶层人士前来调念 其中不罚国内班派分子 基隆市警察局业已提升安危规格 于现场缜密部署 在活动现场周边设置警戒点 在主要道路设置零检点 严密蓝茶 盘茶可疑班派分子 以遏止国内班派不法串联 除了名车 还有好几辆远从外建市来的游览车 其实在上月已零之后 包括国内外有人都到场致议 估计超过3万人 金融师警察局 特别商界金融女中 设置了临时指挥中心 光是校园内就驻守了400名警力 我们熟悉活动的话是还没有开始 我们的辅导课是在7月22号才自治开始 所以不影响协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布 依据警政署颁布警察机关 反制班派公开活动实施要点 严正执法以展现警方维护治安之决心 这场告别式排场盛大 警方出动了总计900名警力 以高规格因应严正以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英语银队结业典礼上 就是为银队学员以全英文进行简报 内容涵盖了文化艺术等多元主题 充分展现了学生在短短五天内的显著进步 我上次也有参加这个银队 只是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以为他会跟我讲一些 美国的一些文化会一样 但结果他们内容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个点 所以我用英文聊天 然后暑假我也愿意花这个时间 来参加这个夏令营 是因为非常的好玩 还有当队府同样是学生的TA 也收获满满 我觉得很有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去跟外国老师交流 然后你有更多的经验 去带学弟妹说 你这边其实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 帮自己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营队是很值得来参加的 它是从昨年很不同 因为昨年我也是一般的游戏 就是他们坐在桌上 这次我就是教授 感谢乔务委员会乔务顾问胡玲玲 以及九位来自芝加哥的七年志工 让这一次跨国交流得以实现 我们美国来的孩子 我们也学到了台湾的文化 跟台湾孩子的交流 在台湾的孩子 他们也学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跟他们的不同 那我想这个在个人的 以后的生活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 学员们展现他们五天的学习成果 那在这边非常开心 让我们名传的孩子更有国际观 而且呢透过营队活动 学到更多美国文化 以及美国的美食 节庆 还有很多的议题 那我觉得我们是很lucky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学生呢 成长非常多 非常大方 也勇于用英文来表达 在这营队的最后一天 他们都非常依依不舍 也期待明年我们再继续 透过来自于美国七年志工 直接互动 学生们深入了解异国文化 增强跨文化的交流能力 成为具有全国事业的 新一代人才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谢谢 пов Bible 六小军 词五小军 我们下午五小军 买到了 第二个月 第一个月 以乱几宫 这里 我们是最后一座工 有道具 两小军 四小军 都可以 通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